大家好,我是不慌 今天我们继续来讲《无罪的罪人》第五集的故事 先说一下,本集的剧情比较水 没有明显的剧情发展 都在为最后的三集做铺垫 本集的开始,在罗斯的重拳之下 布莱恩很快就被打跑 而这一切也都被电话那头的老雷听得一清而楚 冷静过后,罗斯将自己调查布莱恩的前一后果告诉了小巴 相比于布莱恩的威胁 小巴更担心罗斯的精神状态 罗斯刚刚差点打死他 而且如果他报警的话 这肯定会让罗斯的案子雪上加霜 但是罗斯很确定他不会报警 如果报警的话,对于布莱恩来说也是一场灾难 汤米正在研究卡罗林家附近的照片 从中也发现了罗斯的儿子小凯骑自行车路过的事 女同事邮金又过来找汤米 质问汤米为什么要把他放在了第一批证人名单之中 并且告诉汤米他肯定不会说罗斯的坏话 这一切也郑重汤米下怀 他要的就是邮金为了在证人席上替罗斯辩解 以此来引导陪圣团的情绪 于是乎他继续禁用邮金 怀疑邮金是否和罗斯有染 并拿出了老泥来压邮金 邮金气得直接离开了汤米办公室 老雷从噩梦中惊醒 他梦见自己的头爆炸了 很显然是压力过大 现在重重的证据都指向罗斯 甚至老雷的妻子洛兰都有一些怀疑 凶手就是罗斯 而罗斯本人此刻正蹲守在布莱恩家附近 布莱恩和他的老婆都出门之后 他便悄悄下了车 想去他的家中调查一番 布莱恩家里大门紧锁 他只好绕后碰碰运气 却没想到惊醒了邻居家的狗 布莱恩也忽然回来 就在罗斯想要撬开他家窗户的时候 布莱恩喊住了他一些报警 但是罗斯知道他在续一张声势 被打的时候都没报警 更何况是现在呢 罗斯一再声称自己就是想和他谈一谈 罗斯和布莱恩的事很快就传在老雷耳中 老雷对于罗斯这番鲁莽行为非常不满 如果事情闹大的话 这会让人觉得罗斯是一个反社会的疯子 眼看罗斯听不见自己的劝告 就把米亚喊了过来 让他作为一个客观的存在 评价一下罗斯的想法 罗斯将利亚姆看作了自己的救命稻草 并且觉得利亚姆非常刻意 同时李哥和利亚姆的几个育友谈过 利亚姆在监狱里暗示 就是他杀了卡罗林 而且卡罗林当初隐瞒了利亚姆案的未知经验 所以利亚姆完全有可能是被冤枉的 这也说明了利亚姆有充足的作案动机 但是米亚的客观评价就是一案归一案 你去证明布兰和利亚姆案有关 为你脱罪那是两码事 老雷也教育罗斯 首先育友的话根本不可信 他们可以编造任何谎言来改善自己的困境 然后所有的谋刷犯都喜欢炫耀吹牛 而震慑其他囚犯 绝对不会去做的就是暗示自己杀了人 就算利亚姆是卡罗林案真雄 那你找布兰又有什么用呢 罗斯将布兰看扯了利亚姆案的突破口 他们俩可能认识 一起犯下了当初的利亚姆案 老雷对这一番想法嗤之以鼻 米亚也同意老雷看法 但是不管怎么说 罗斯约了布兰明天来这里和他们谈一谈 汤米正在办公室里小气 他想到了当初他来找过一次卡罗林 因为他从别人那里听说 卡罗林不想和自己共事 卡罗林有些震惊地向他解释 他并不是针对汤米 只是更喜欢自己主导的案子 如果自己是副手的话 他会更倾向于罗斯 因为罗斯当时是副检察官 这对他的职业生涯来说更加有利 卡罗林解释之后 两个人也冰释前嫌 老尼的敲门声吵醒了汤米 利亚姆案的一些传闻传到老尼耳中 问汤米是否有关注过这个案子 毕竟如果像传闻中所说那样 利亚姆才是卡罗林案的真凶 那么他们从头到尾 对于罗斯的指控就是一场笑话 而汤米对这种说法不惜一顾 去调查一个坐牢的犯人不会有什么结果 第二天 小巴又来到酒吧 想要找克里夫 但是人不在 鬼迷心窍之下 小巴给克里夫打去了电话 每个人出轨的背后 都是一种缺乏安全感 寻求刺激和情感上的压抑等心理问题 小巴也不例外 一边回想起自己和罗斯的甜蜜过往 一边又贪图克里夫这边 给到自己的安全感 愧疚让他坦言自己不该打这通电话 但是在和克里夫约定好见面之后 又回去重新梳妆打扮了自己 两个人在一处音乐空间里见了面 两个人听着音乐越靠越近 最后稳到了一起 布莱恩终于来到老雷办公室 答应和他们谈一谈 米亚拿出了利亚姆案的受害人照片 给到了布莱恩 询问他们是否认识 因为他的体内有你的经验 但是经验并不能代表布莱恩和他的死有关 布莱恩有嫖妓的习惯 嘴睡过他也不奇怪 米亚拿出利亚姆的照片再问 但是布莱恩坚称和此人素不相识 米亚盘位一翻下来 没有得到任何有用信息 汤米在检察院的门口 被记者团团围住 询问他老雷之前提出的认罪协商 汤米是什么态度 汤米面对记者这一次的回应 颇为强硬 声称绝不会接受认罪协商 在记者的连番追问下 对着镜头 竟然把美国的几个行业巨头 全都给怼了一遍 不到办公室 但是老尼也开始质问 汤米是想怎么样 如此高调的发言 相当于是把老尼和汤米都架在了火堆上 汤米沉默许久 才就只好预言 他这么说有两个原因 首先他知道 这个检察院里有很多人对他有意见 因为大家都觉得他能力不行 他太想证明自己了 第二 他是想利用自己的这番发言 通过拉踩行业巨头 将自己划分到人民群众的队伍里头 去领得陪审团的好感 这几天 罗斯一家人的关系也有所缓和 罗斯和家人们有说有笑的走出家门 却看到儿子的自行车在垃圾桶里 回家问是怎么回事 没有想到是儿子小凯自己扔的 变成说是齿轮坏了 还经常丢链子 罗斯听到后 沉默了许久 走出家门 将自行车从垃圾桶里捡了出来 然后塞进了自己的车里 小巴来见治疗师 坦白了自己和克里夫的事 那一天 他和克里夫接吻之后 还去了他的家中 但是仅限于接吻 没有进一步的发展 他并不知道该怎么处置自己和罗斯的关系 干什么都觉得不对 罗斯和老雷商讨即将开始的庭审 老雷希望 罗斯可以说服妻子小巴出庭作证 虽然妻子的供词 并不能当作罗斯的不在场证明 但是小巴可以证明 卡罗林案发的当天 罗斯情绪稳定 通过一个妻子的独特视角 告诉沛审团 作为一个妻子 他相信罗斯的无辜 但是罗斯对这个提议不置可否 罗斯的庭审 也终于即将开始 大雨牵盆 罗斯一家人在记者的注视下 走出家门 又在记者的注视下 进入了检察院 庭审开始 检察官汤米开听讲话 这一段发言长达三分钟 通过卡罗林 本身就是一个检察官的身份 以及一个母亲的身份 嘴上不停反复说着 声张正义 但是实际上 却是利用卡罗林的死 大打感情牌 但是这一番发言内容诚恳 连罗斯都意识到 汤米今天的发言 就是要置他于死地 今天就讲到这里 喜欢的话 请点赞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